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法學人 今天我們要談論的話題 我相信跟所有的觀眾都有關係 我相信不是你本人 你的親朋好友當中 一定也有類似的問題 那就是車禍 到底遇到車禍我該怎麼辦 該怎樣保障自己的權利 今天我們就請到我們的好朋友 阿信律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還是同樣有這樣的歷史經驗的林先生 主持人你好 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來請問一下 林先生你的交通事故的經過是怎麼樣 好的 我是在民國95年1月15日的清晨 我就架了一台車在水蓮山莊的高爾夫練習場的停車場 當時我試圖把我的車子停到停車閣裡面 結果那個停車格很小 兩邊都有車 我必須喬一下才能停的進去 速度不能很快 但是車頭進到了離前面牆壁 一個水泥牆 就一公尺半不到兩公尺的時候 車輛突然間引擎全開 那個像一個脫江的野馬飛奔出去 結果當時直接的就把前面那頭牆給整個撞毀了 那時候我心裡很害怕 非常的害怕 結果我當然第一個舉動就是我想要打倒檔 把車子退出來 結果一打倒檔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的速度是在引擎全開的狀態下 就一打倒檔完蛋了 就往後面一衝 把左右兩邊的停車撞得四分五裂 那當時還有一個路過者 我不曉得他是誰 但是我看到一個人影 我幾乎把他撞到 結果最後車子卡在這個一堆牆壁裡頭 那時候車子已經沒辦法動彈了 我人因為驚嚇過度 就是目擊者叫人趕快把我拖出來 因為引擎聲很大聲 結果拖出來以後 因為那個車子是前輪帶動 結果沒想到人已經出來了 已經離開車子了 照理說沒有踩油門了 但是前輪還持續的在地上猛轉 轉了數分鐘才停 結果在根據當有人報警以後 警察到了現場 做了現場筆錄 也詢問了目擊者 照理說這件事情應該是很好解決的 但是後來這件事情會鬧到法院 我就哭訴無門的時候 我請徐律師看我的過程 那徐律師表示 等一下那個對不起 林先生這部分後面的處理方式 我們等一下再講 所以等於是說 林先生這邊發生了這樣的一個車禍事件 對不對 那我先來請教一下徐律師 是 就是我們發生交通事故的時候 該要怎麼辦 要什麼地方要注意的 當然一般交通事故發生的時候 我都會建議說當下就是直接報警 請警方來處理 只是說在預防的這個措施 我是建議大家在車內 不管是汽車或摩托車 都能夠放一支粉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現場第一時間發生的時候 警察抵達之前 如果已經移動現場的話 其實你很難去還原當時事發經過 所以一般來講 就是在現場劃好車子的位置 如果說有破碎的東西在那邊 你也把它圈起來 哪邊有破碎把它圈起來 讓這個市政 市機能夠定位 而且很明確 再移動車子 很常見當然就是說 當然有些人他是不得已 他可能說他撞了之後 他已經昏迷了 或是他已經暈倒了 他沒有辦法去做這個動作 但是如果說可以的話 最好是有做這樣一個標誌 再移動現場才能夠還原 當時事發經過 尤其是現在並不是 很普及說每一個地方都一定有監視器 所以如果剛好造勢的地點 上面沒有監視器能夠還原 事發經過的時候 這個現場保留現況的這個粉筆 就非常的重要 對 那這個粉筆的畫法 應該怎麼畫 粉筆的畫法 就是針對車子的現況 比如說車子如果是汽車的話 那四個角落 四個角落 對 四個角落把它畫起來 那如果說是有碎片碎屑的話 你要把它這個外圍把它圈起來 也就是說這個地方是什麼東西 因為你畫起來到時候再去對 都還可以對得出來 那或者說地上有煞車痕 你特別把它標示出來 煞車痕一般是不用標示 但是為了避免 萬一說車子一直經過的時候 那個煞車痕被車子或灰塵 把它蓋過去的時候 特別的有一個標示出來 會比較清楚 那如果說有做這個動作 基本上你即使移車 也不會被開罰單 那否則最重要的是 你移車之後又沒有辦法還原 當時事發碰撞的地點 其實就有可能影響到交通事件 在判斷造勢責任的時候 他的責任歸屬就可能會失真 OK 那徐律師 我們這邊剛好有個交通事故的 處理流程 對 那我們大概先來看一下這部分 幫我們說明一下 這裡一開始就是事故發生之後 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警告標示要放 就是避免後方車來追撞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警告標示 必須再加上警告的 就是我們的粉筆 在那邊現場把它繪圖繪出來 現場的現況是怎麼樣 那因為有可能會阻礙交通 所以你要繪圖之後再來移動 才不會有什麼問題 也能夠保全將來車禍事故要判斷的時候 的一個證據的保障 那再來就是要看他的車禍事故的嚴重程度 如果有人死亡 有人受傷或無人傷亡 他的處理的流程會不太一樣 第一個如果有人死亡的話 因為他是重大刑案 必須保持現場的現況 那 已經算是刑案了 對對對 因為有簽到公訴罪了 對 那如果是有人受傷的話 因為這是告訴乃論 所以必須要有人告 才會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沒有人告的話 當然檢查機關就是不會受理 那如果有人受傷 經過當事人同意 車輛把它定位 也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繪圖完成了之後 才來做一致的動作 然後再來就是打 一般來講大家就是打110跟119 也就是說叫救護車 然後通知警方到現場來處理 那這一塊還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不管是有人死亡或有人受傷 如果你沒有留在現場跑掉的話 就會構成肇事逃逸罪了 所以這個是很重要 那另外這撥打電話也很重要 很多人都忽略這一點 我必須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 要注意 不打電話有些人就想說 因為發生這個事情 然後趕快看對方的狀況怎麼樣 那旁邊路人就很熱心就打電話了 但是它就會影響到 將來的這個刑事責任 因為如果是你打的 不管是叫救護車或通知警方來 基本上就會符合所謂的自首的條件 刑者會減輕 所以不管是告訴乃論 刑法當然刑事 這個公訴 一樣都會成立這個自首 那當然有人死亡 這個刑事很重 可能要去關了 那自首的話 過世殺人 是過世致死 對對過世致死 對對對 有這個問題 對 有這個問題 所以可以的話 當然是當下就馬上打電話 然後再來關心這個上市 或是邊關心邊打電話 你等於第一時間來通知的話 你會符合自首的條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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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